凡是阻力的行为 一定会在市场上留下痕迹 阻力最大的弱势就是 只能做高成交量 不能做低成交量 所以高量柱 一定是专家所为 因为散户不可能做出这么高的量 这么高的成交量是需要很多资金的 找到了这些高量柱 就等于找到了阻力 为分析这根高量柱 是什么意思 你就可以知道阻力 它想要做什么 这样的分析方式 给你天天去打开消息 看新闻找阻力 分析基本面 找阻力 更加快捷 方便 在这根K线的最底部 画一条线 后面的走势都没有跌破这根线 那么就是高量不破 随着走势的发展 我们看到K线B K线B也是一根大阳线 成交量也放大 在这根K线的底部 画一条线 后面的走势 如果没有跌破这条线 那么同样也是高量不破 这些根大阳线 成交量放大 底部画一条线 后面走势没有跌破这根线 那就是高量不破 加个继续上涨 上涨到K线B K线B是一根大阳线 成交量也放大 K线的最底部画一条线 如果没有跌破 也是高量不破 价格继续发展 发展到K线E K线E也是一根大阳线 成交量也放大 在这根K线的最底部 画一条线 最后价格来到K线F K线F也是成交量放大 大阳线 在这根K线的最底部 画一条线 只要没有跌破这根线 那就是高量不破 K线F之后 价格逐步走低 走到K线G的时候 价格跌破了 K线F的最低位 这样这一段趋势就结束了 只要出现高量不破 你就继续持有 只要跌破了 高量不破的这条线 那我们就应该出场 后面的走势 不管它走成什么样子 都与我们无关 我们只抓住 确定性的行情